就这么静悄悄的 不知不觉的 全球打起了另类军备竞赛 所指的就是数位货币战 请看 而且世界各国的央行 重量级的国家 包括我们台湾在内 央行也准备了数位货币 而且我们的数位货币 已经在try的阶段 数位货币不但这场战争开打 还可以是保护国家的主权之战 来看G2两大国 机材请上来咯 联者会主席美国的央行 报他说联者会的官员提到 人们将转向使用央行发行的数位货币 而它也会成为比特币的劲敌 中国大陆人行一纲 他说人行已经加入多边央行数位货币桥 中国将数位货币视为国家战略 等同国家等级的严肃话题 数位货币 但什么叫做数位货币 好 很简单 这个是中美货币战的延伸 那也是中美科技战 未来下一个竞争的重点 所以我们非常重要一定要了解 那什么呢 叫CVDC 很简单 就是什么 就是CVDC 就是央行的数位货币 由央行来发行的 因为现在大家还是很热门 投资什么比特币 然后什么 狗狗币 对 狗狗币 各种的什么币都有 以太币什么都有 讲到了比特币 因为最近很巧得 有两三位的粉丝 同时私讯给我 说有网站或社群当中 要大家去投资比特币 结果年轻人二十几岁 投资比特币赔了好几万块 所以这个不能乱投资 对 没错 因为它有很多的美感 例如说交易上的风险等等 就算比特币涨了 你不一定能够赚到钱 可是如果今天是什么 央行数位货币 因为有央行做担保 所以比较安全 好 那央行数位货币 在台湾来说 台湾的央行是希望什么 除了现金跟央行准备金外 另一种中央银行货币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现金就是什么 口袋里面现金嘛 印出来的 印出来的钞票嘛 那这个是什么 央行印的啊 随便人可以印吗 不行很印 越来越印了 等一下被抓走了 对 所以不能印 那央行准备金是什么 很多银行会把钱 放在央行里面 但因为它早就已经数位化 基本上我们看不到它 但是它一样是中央银行货币 这个呢就是存准率的概念啦 我钱存100块到银行 银行不可以把100块 全部放在出去喔 要提拨一定比例前 放到了央行 再叫提拨到央行的 存款准备金 对 OK 好 那特别重要的是什么 你记得这几个是 数位化时代 给社会大众使用 好 为什么呢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因为相信大家 你有去买过东西 像很多地方 你不一定要收现金 又有卡币一下 还是什么 都用LinePay 对 各种Pay 什么Pay都有 对不对 那其实很多时候就拿不出 不用拿现金来 但是问题是 你要用LinePay 最后还不是要去怎么 就算你绑信用卡 你还不是要拿钱去交卡 对啊 到最后 所以可以把这些东西 全部省略掉 你不要用把现金 一下限制 我领到薪水 薪水存到银行 银行又拿到哪边去 哪边去 不用 我可以不用付钱 对 全部都用 不是不用付钱 还是要付钱 只是全部都用 央行的数位货币 以次决定 电子化 电子化 好 那尤其是什么 欧洲央行 他们研究显示 如果一个国家 他们缺乏数位货币 他们以后 在货币政策上 会丧失部分的掌控权 为什么 很简单 我先跟大家讲的概念 不是有听说 之前什么维越瑞拉 他们不是发生了 很多金融上的问题 结果维越瑞拉 币值一直下跌 那这时候央行的概念 不是说 因为币值一直下跌 我可以生息 还有用什么方式 去把钱拉回来 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那边很多人 都拿去买了什么 比特币 拿去买了其他东西 为什么 因为比特币 它在国际上可以通用 所以这时候 它就不用担心比特币 的价格下跌 所以那你对样的角度 是不是 我货币政策的主权就没了 所以如果你没有 自己的数位货币 未来当发生了 全球性的风险 或者是在一些 小部分的地方 就可能会丧失了 这个掌控权 所以要来加速发行 然后先发自人 与其让你这种 没有单位管 没有国家可控制的 这个非法原货币的 这两个兴起 那不如 如果要这个兴起 大家都用这个 比特币去买车 买东西的话 那各国央行 不就弱化掉了吗 与其这样子 那不如各国央行 自己来发数位货币 还有保障 也央行做保障 您当然就快安心了 数位货币 央行我信 这个我不信 对没错 那现在的概念是 如果由国际上来整合 推出更安全的 中央银行的加密货币的话 自然会冲击比特币 所以比特币有可能 现在大概五万八左右 有可能是短暂时间会下跌 但是我会这么说 比特币 投资比特币的人 更多是信仰的力量 我相信比特币一定会大涨 所以不管它跌到多少 我都要持续拿着 那在这个时候 我会这么说 它会冲击比特币 但是短暂时间之内 不会至于消失 对 好 那我们往下走了 因为各国央行 现在已经在发 加密货币 数位货币 那各家 各国的进度 好 那我跟大家讲一个前提 最重要的是 这个货币站 由中国跟美国两方主导 所以它会直接冲击 两方的金融体系 因为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中国跟美国的态度 尤其是什么 中国它跑在很前面 他们已经在试点发行数位货币了 央行出现的数位货币 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如果中国它希望 就来统整这个 所有的数位货币 并且什么 把这个 不管是比特币 以太币 阿狗 阿玛阿狗币 全部消掉 它可以什么 直接宣布你这些数位货币 在中国全部不准用 全部非法 因为跟我现在推行的 人民币的数位货币 是什么 相左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 它就全面去加速 央行的数位货币出现 那我们先讲第一个 以美国来说 那目前的进度是 已经有波士顿分行 开始建立 跟想要来测试 这个数位货币 但是以目前来说 大概二到三年 看一看会有一个成效 因为毕竟什么 毕竟美元在全世界 整个贸易体系 跟在国家 它的支撑太重要了 它不想要贸然的 让美元的价格往下跌 但是呢 中国 中国有个好处是什么 第一 它可以很多地方封闭起来 就是四点 目前去年已经在深圳 苏州 北京 成都四点 发出了 我记得是四百万的 这个数位货币 好 那刚刚有提到这个问题 中国如果 强推 那如果它今天想要抓 这个主导权的话 我会这么说 它其实是在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对啊 但是问题是美国 会让它变成 中国大陆主导吗 目前来说是 挡不住 挡不住 对 目前来说挡不住 我跟你讲一个概念 真的假的 其实不是最近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很多我们去过去很多不用这个之前过去很多收现金的地方 他现在都经常鼓励你不要拿现金 用什么 用感应的 用扫描的 这样不用碰在一起 所以包括日本 包括欧盟 他们回头发现原来中国是数位已开发国家 他们的资讯非常的 对对 因为他们非常流行 像以前之前都已经很久用 用微信扫描 很多人去 如果你在中国你没有微信 没有办法用微信支付 五六年前就是这样 对对对 他们都不用钞票的 对对 买东西买不到 所以他们早就已经有在用 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美国要挡不太住 确实是已经是这样了 所以数位货币 中国霸入是全世界跑第一名的 对没错 OK好 那第二个其实在台湾方面 亚航也有多项的研究跟试验计划 所以我认为台湾也有机会赶快去追上 但是要取代的机会是比较低的 那在韩国跟日本的亚洲来说 今年有可能开始启动测试 欧盟他的表态是 他在今年的年中 有可能开始启动这个测试计划 好那我们来看最后 最终这个数位货币战 谁会是赢家输家呢 来 好 到最后赢家可能需要十几二十年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有可能赢家 第一件事情 人行已经发起了这个叫 多边央行数位货币桥 这是什么 这讲得很复杂 就表示很简 那我讲一下你就知道 中国联合香港的金管局 泰国央行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央行 发起这个多边央行数位货币桥研究 多国央行 对 那很简单嘛 就是我们这几个朋友 叫我们中间发行一个货币 那这个货币只能在我们这五个朋友里面用 很简单了吧 对 所以他希望把这个一样的数位货币 用在跨境支付 那当然用什么 这五个地方可以跨境支付 这四个地方 所以很简单 日后呢 中国大陆如果要跟泰国买泰国米 泰国要跟中国大陆买很多的家电 之后就用数位货币来支付 对 可以就这么做 这个桥 就是把他们通起来了 对 所以你想一件事 他是不是有可能就让人民币国际化 对 他是绕一个路 他不一定要人民币这个现金国际化 他可以是数位货币国际化 所以人民币实体货币国际化 人民币数位货币也跟着同步国际化 对 没错 那人民币是十万块国际化进行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像你刚刚说的 十一人口 十四亿 十四亿人口 如果用的话 是不是市占率快速攀升 当然 对 好 那为什么说他把这个数位货币 视为国家战略 我们可以从小处跟大处来看 所谓小处是很简单的 因为中国喜欢管控民众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如果从民众应用之中 就可以知道 今天如果我发现了多少数位货币给你 因为很简单 假如我身上有一百块 我这一百块拿去买菜 还是拿去坐計程车谁知道 不知道 因为他是实体货币不知道 对 但是电子货币 就知道了 对 我就知道我刚刚坐計程车 花了一百六十五一茶就知道 对 我就知道你从哪边坐去哪边 在哪边花了多少钱 那如果有必要的话 他也可以通过什么 通过你消费买的东西 跟你多久买一次 去计算出你有多少人口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知道你的消费行为 所以如果世卫货币变成全球化 每个国家透过了世卫货币 也可以掌握到单一个人的金流 对 可以 确实可以 天佬的妈呀 好了 这是第一个 这是小处 中处就是什么 从国际贸易中降低资产外逃风险 很简单 中国是不是目前有什么 有外汇管制 那这时候如果我用这个资金来做控制的时候 你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实际上出口 实际上进口多少东西 我都可以马上知道了 所以是国际贸易 那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人民币的国际化 那对于美国跟全世界来说 取得领先优势 试着你用人民币本身取代美元 目前看起来还要无期 但是如果用数位货币取代数位美元 看起来是有机会的 速度很快 数位就是一张一按一翼就跑出去了 我觉得中国大陆 给中国大陆官方一个建议 那个东西RCEP10加6 10加5 你数位货币我告诉你 你一下就变No.1了 你没事讲出来 他都学去了 因为我真的觉得中国大陆 现在崛起速度好快 最后一点 所以我们会这么说 央行的数位货币 可以是中美科技 但是我们开始说的 中美科技在跟中美货币 这样延伸 为什么 因为这他除了很简单货币以外 他还担忽到配套了科技 然后这一切都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谁可以率先取得国际应用 还有更重要的是国际上的基础报价 就像是我们现在 如果你做原油 做很多黄豆小麦玉米期货 是不是都美元报价 如果是未来这些东西 用人民币的数位货币来报价 它就会是一个什么 现阶段的影响 确认一件事情 如果照您这么研究 世界各国央行 数位货币 一势必要发展 第二个 谁发展得快 谁就是在全球 数位货币的战略赢家 对 没错 就这么简单 齐展谢谢您 好精彩 我每次给齐展 很难很难的题目 他都可以讲得很简单 我听得好过瘾 来看第一个重点 全世界各国央行开打了 什么叫做数位货币 数位货币呢 你拿着手机 拿着悠悠卡 上了公车 坐捷运 逼逼逼 这全部都叫做数位货币 电子货币 但是呢 就算我今天逼逼逼 到最后不是也是要去除值吗 还是要拿信用卡 来配到最后要去缴钱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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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这个缴钱实体货币的 缴钱这个动作 或补钱这个加码的动作呢 全部都不用了哦 也许直接从银行扣款呢 总之全部一系列叫做电子化 这就叫做电子货币 不是只有美中两国 来看世界各国 包括台湾 美国中国台湾 韩国日本欧盟 都已经在发展数位货币 也叫做电子货币 欧盟也是一样 但齐展给了一个很重要的答案 很有可能现在来看 短线上的赢家 数位货币哦 是中国大陆 因为呢 中国大陆的人 好像如果你去过中国就知道 他们在十年前 五六年前基本了 全部都已经没有拿钞票出来了 都是逼逼逼 你到小餐饭吃个面 也都是逼一下的咯 全部都是电子支付 所以呢 中国大陆的数位货币走得快 现在是赢家 美国不能但闲适之哦 如果现在他们希望 中国大陆人民币国际化 如果日后人民币的电子货币 也国际化的话 那么美元 就算你现在美元实体货币 全世界用量还是最大 但只要你美元 数位货币到最后输了 数位人民币 那我告诉你 全世界的货币市场 美国就会变成一个loser China is a winner You know 所以呢 到最后提醒您 因为呢 只要中国大陆 现在结盟团队 Team group越来越大 他要求跟我合作这些国家 做生意往来 这些的企业 都用人民币计价 而且是人民币的数位货币 那美国就要伤脑筋了 这就是旗展 已在担心的地方 中国大陆现在 国际组织可多了 包括了阿西班 那规模不是很大吗 以上结论 旗展正确吗 100分 感谢您 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送给您500分 什么意思呢 因为明天4月1号 告诉您 456 就是第二季 第二季呢 法人已经车车地 开始在做账了 买的股票看得出来 你说4月份还没到 干嘛等到4月份呢 这是圣洁告诉我的哦 所以呢 法人展开第二季的 作账行情 青睐的产业 作账的标的呢